当然,不只是苏州,在今天的中国,新加坡商人的身影可谓无处不在,而来自新加坡的商业品牌更是妇孺皆知。 2008年10月,中国和新加坡成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,这是中国首次同亚洲国家签订的全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。 从2013年起至今,中国连续十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,而新加坡则连续十年是中国最大新增投资来源国。 我们新加坡商会也做了一个调研,就是问在华、金山的这些企业,我们发了一些稿,然后大概有大概100多家回应。 然后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,两会之后,你们会继续要拓展你们的业务吗? 但是我们收到的一个回应是94%,是相对正面的。 这个是世界华商大会颁发给新加坡。 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,刚刚疫情一过,我们两国的关系又再次地升级到全方位,高质量和远战性的伙伴关系。 然后在我们本身新加坡的企业,我们也积极地推动,鼓励他们到中国去投资,去了解中国。 一百多年前,一批在新加坡经商生活的华人,以为维护华商与华社利益为使命,发起成立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。 2007年,在这个组织成立百年之际,李光耀提出成立华语俱乐部的构想。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响应他的号召,成立了通商中国。 通商中国成立的时候,李光耀本身是赞助人。 他那时候就觉得新加坡人只懂得说华语,是不足够的。 他就说除了双语,你可能有双文化,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文化。 毕竟跟新加坡是不会说完全一样的,虽然我们都是同仁同仁。 那么恰恰通商中国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。 我们在服务专业人士、企业家的同时呢,我们会把一部分精力照顾到年轻人。 因为它是我们的未来。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通商中国今年很期待要启动500人的实习生计划。 到中国实习呢,其实中国有些行业是非常领先的,包括科技行业、金融科技、高端制造业。 所以这些行业我觉得就是一些重点,专门学生会特别感兴趣。 这里是一个复化器,大学复化器。 柯建辉,现在是一名大学职业规划师。 在通商中国500人赴中国实习计划启动之前, 他就已经通过这个平台,得到了去中国互联网企业实习的机会。 那时候最多启发的就是那个互联网,不只是电商, 就整个互联网的体系,包括APP,给我一些动力。 我就看到大家就蛮勤奋的都为一些目标前进。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制造这个氛围, 是推广双语双文化的人才,我们所谓的新中通人才。 我们有一句话说,双语双文化,世界无限大。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推动的, 因为要不然很多新加坡的年轻人会失去很多很多机会。